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Bruce 就到我們驗房的時間了 今天 你可以看到我都撐了雨傘 這個雨下的時代是非常的大 然後我們今天在驗一套這個老房翻新 那給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 後院啊 因為現在雨下很大嘛 但是想要給大家看來就是 看看這個Cross Space 地庫最下面這邊 這個Cross Space 已經完全的 被水淹沒了 我們看 你看看這裡面的水有多深 這個 這個水 已經差不多要到一尺 整整一尺全部都是淹的都是水 你看這個 這個是 這個布其實是浮在水面上 浮在水面上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來打個手電筒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 裡面 已經是全部 現在這個是 這個塑料布是浮起來的 喔 整個Cross Space 全部都是 滿的喔 所以 這樣子會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的話就是表示什麼 它的 機台 呃 就是它的Furnace 已經全部泡水了 然後 這個呢要怎麼做呢 這個要把 裡面的水全部都排掉 排完水以後 然後呢還要再做除煤的動作 那這個花費非常的高 那 在宴房這種下雨天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特別清楚 這個 雨勢的流向 還有水的流向 我們可以看看 你看它這個邊邊這個 沒有這個 Down Sprout的Elbow 就是那個沒有排水管的這個 把它的延伸出來 水都是直接往地基沖的 我們再看看側邊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地基旁邊喔 都是充滿的水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基旁邊充滿的水 像這樣子的話呢 呃 你如果是沒有把水 倒出去 一直讓水往你的房子裡面走的話 那像這種情形呢 像這樣情形我還是 第一次看到有這麼嚴重的 就是你的Cross Base裡面 全部都是淹滿的水 已經淹了快淹到一樓來了 所以 大家在看房子的時候要多注意 這個房子地式的走向 OK 我們是Bruc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